我已经到了 飞机提前到达了 而且路上也没有堵车 知道了 我可不是小孩了 不过这个时间 你去哪里了 我们可真是心有灵犀 我在上飞机前也买了好多零食 哦 那确实好遗憾 要不 我拉着行李箱再出趟门吧 等你到家了给我发个消息 我再装作刚刚回来 这样 我一进门就可以拥抱你了 嗯 既然这样 那创造惊喜时刻的机会 就交给我吧 你进门的第一秒钟 我就会拥抱你 虽然这一定不是我们今年最后一个拥抱 但绝对会是最热烈的一个拥抱 当然了 我买了几个新的双人游戏卡带 之前我们一起看的那本漫画的最新册 我也带回来了 还有我们买了又没有时间一起拼的积木 今天晚上也可以拼了 如果不想动手 我还找了几部超适合今天的电影 我们可以一起窝在沙发里看 虽然我想说 和你通宵几个夜晚都可以 但为了健康着想 做不完的事 还是留着以后再慢慢完成吧 不过其实 只要跟你待在一起 哪怕什么都不做也没关系 就比如现在 耳边是你的声音 心里在等着你回来 这种感觉也很好 还有一件 让我期待了很久的事 虽然现在还有些早 但我迫不及待 想和你说我的新年祝福了 我最最最亲爱的大小姐 新年快乐 不光是今天 新的一年的每一天 我们都会有这样期待 又笃定的时刻 随便